孙悟空成佛后才懂 菩提祖师还有三个弟子 一妖 一帝 一佛 那时孙悟空悟出了生死之道 他穿越两重大海 来到了犀牛鹤州的方寸山 在山中 孙悟空曾遇到一位侨夫 侨夫唱着仙谣 还对孙悟空如此说道 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 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 那洞中有一个神仙 称明须菩提祖师 那祖师出去的徒弟 也不计其数 渐经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 以顺那条小路玩 将南行七八里远近 即是他家了 侨夫所言非虚 孙悟空按着他的指引 来到了三星洞 成功地拜了菩提祖师为师 如此看来 侨夫所说的菩提祖师 门下出去的弟子不计其数 也是真的 可孙悟空后来被菩提祖师 赶出方寸山之后 纵横三界多年 为何却没有遇到一位校友 答案很简单 菩提祖师的这些弟子 隐藏得很深 那个时候的孙悟空 又哪能看出端倪 不过孙悟空成佛之后 有了慧眼 活跃于三界之内 一一妖 死妖是谁 自是妖界一哥 牛魔王了 要知道的是 牛魔王当年寻到花果山水连洞 与孙悟空结拜之时 他还不会七十二变 牛魔王之所以和孙悟空结拜 也是仰仗于孙悟空那高强的法术 可五百多年后 孙悟空联合猪八戒 在火焰山和牛魔王大打出手 此时的牛魔王 却今非昔比让孙悟空获为吃惊 原来牛魔王不但施展了 七十二变骗过了孙悟空的火眼金金 显出圆形的他 还打得孙悟空 猪八戒狼狈不堪 我们有理由相信 孙悟空被压五行山的五百年里 牛魔王偶遇了菩提祖师 从祖师那学会了七十二变和其他高深法术 这才让牛魔王脱胎换骨判入两人 二 一地 唐僧的取经队伍 路过小雷音寺的时候 取经众人遭遇了黄霉怪 黄霉怪手中拥有两件法宝 分别是金挠和人种袋 这两件法宝非同小可 让孙悟空吃尽了苦头 为了救出唐僧 就必须要击败黄霉怪手中的法宝 这个时候 孙悟空第一时间 想到了武当山的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又叫做九天荡魔祖师 当年他以一人之力 歼灭了北巨卢洲诸多妖魔鬼怪 就连北巨卢洲临近的南瞻不周的妖魔 也吓得魂飞魄散 纷纷躲在如来的犀牛鹤洲避难 因此 孙悟空会想到 让真武大帝出手降服黄霉怪 也是说得通的 以真武大帝那卓绝的法术修为 他若清临小莱音寺 必然击败黄霉怪 救出唐僧 不过 为何笔者认为 真武大帝也是菩提祖师的弟子 原来孙悟空拜师的时候 菩提祖师是这么说的 我门中有十二个字 分派其名 道你乃第十倍知晓徒已 抬道你 正当物字 与你起个法名 叫做孙悟空好吗 而菩提祖师门中的十二字 分别是 光 大 智 慧 真 如 性 海 在约西欧纪援助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奇怪 孙悟空大闹天宫 犯下了弥天大罪 玉帝下了圣旨 要将孙悟空做古杨徽 可如来佛祖赶到天庭之后 并没有着急动手 反而警告孙悟空切莫胡说 半孔遭了毒手 性命请客而休 更耐人寻味的还在后面 如来没有遵循玉帝的命令 击杀孙悟空 反而将他推出西天门 压在了五行山下 五百年后 如来开启了佛教东晋计划 他派出观音 让孙悟空皈依佛门 让悟空成了唐僧的大徒弟 取经之路还走到一半 孙悟空第二次被唐僧 撵出了取经队伍 孙悟空心灰意冷之下 向如来佛祖提交了辞职单 如来给出的回应 仍是耐人寻味 他凑到孙悟空耳边 悄悄说了一句功成之后 如一座连台 为了让孙悟空安心 如来还派出观音菩萨 亲自走一遭 只见观音来到唐僧面前 警告了一番 说唐僧今须是收留悟空 一路上魔障未消 取得他保护你 才得到灵山 见佛取经 再修称怪 短短几句 用了两个须和一个再修 足以证明 如来对孙悟空的重视程度 远超唐僧 如来为何对孙悟空 如此偏爱有加 答案也很简单 只因如来 也是菩提祖师的弟子之一 在菩提祖师的广 大 智 慧 真 如 性 海 影 物 元 觉 理 你仔细算一算 如来排在第几代 这样一来 如来为何不杀孙悟空 反而让孙悟空成佛 也能得到一个完美的解释了 综上 吴承恩的西游记 看似通俗易懂 实则暗藏了诸多 妙区恒生的隐藏剧情 着实让人拍案叫绝 嘖嘖称奇